我们的角膜的激光手术治疗近视 从我们最早的1998年开始 到现在已经有二三十个年头了 那么随着手术的技术不断的进步 手术设备不断的改善 那么手术者的经验不断的提高 那么术后的安全性 可控性和可预测性就越来越好 而且比如说我们在术前检查方面 我们以前可能只有角膜基金图 还有我们的眼光 但是我们没有我们眼前接分析系统 没有不能进行我们的圆锥筛查 不能够做我们的视觉指南的分析等等 那么我们现在都可以做到 所以我们在术前就可以摒弃一些 以前不能做的一些 以前已经做了的一些个进击症 那么这样就会提高手术的安全性 那么另外还有一个 我们手术的种类也就越来越多了 我们以前最早的只有表层手术 PRK手术 那么我们没有什么选择 多少度只要你想做就只能做这个手术 但是我们现在的手术总归非常多 我们除了表层手术还有板层手术 我们板层手术里头还分为半飞鸟的手术 就是飞鸟之瓣 然后再用准分子打激光的手术 那么我们还有呢 全飞鸟的手术 就是这种无刀无瓣 就是微创的这种手术 那么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病人都可以根据他的情况 进行两体裁医的进行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